凤山游泳训练班的学员 每周一到六都会在凤山游泳池进行练习 不同于其他的游泳队 这里的学员有一半是身心障碍者 12岁的陈亮达从3岁半就开始游泳 从一开始而不喜欢 到现在游出心得 甚至拿下总统教育奖 尽管他缺少双脚,他仍然能畅游水中的世界 好,200公尺知识的K放松 我们是给小孩子制造一个平台 让他有机会 这些小孩子如果在游泳池比赛的时候 他才能够拍到很久 因为他游泳还不错 海民加披萨还可以 尽量打去参加很多正常小孩子 游泳学院或者是个人限制主班的 正常小孩子的游泳比赛 从来没有拿过水位 看一看那边会协会拥有 我们来这边拜托 梁教练说 在这里没有学员或家长 会歧视身心障碍者 尽管在陆地上行动不便 但在水中他们得到更多自由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如果您知道 我会帮助您的进步 我们在这边 会参加点赞